花联火车站前国林一路 除了警林铁路警察花联分局之外 也提供了计程车排班接驳的服务空间 不过这段道路20多年来从未铺设改善 路面有多个坑洞影响行车品质 而经过当地的排班计程车司机向县议员魏佳燕反应 目前协同市长魏佳贤以及相关单位现场会刊后 这段道路已经在16号完成刨铺 提供优质行车环境 也提供花联市观光门面的品质 市长魏佳贤协同的介绍客长徐国成 来到了花联火车站前视察路面刨铺工程 县远魏佳燕也特别到场 感谢事工所重视名义 在最短时间之内完成改善作业 来这边计程车的等候区域 这边就是台铁跟我们司机大哥的反应 那在这边也非常感谢事工所 因为这个过年期间反应 然后到现在就立即来铺车 因为我们知道当天来会刊的时候 就很多司机大哥就有说 这个道路可能有将近20年没有铺过 那坑坑巴巴的 那也希望借这个机会 将这个上下车接送的这个地方铺的平整一点 那也让旅客安心 也让司机大哥安心这样 市长魏佳贤除了感谢现议员魏名喉舌解决名模 也强调事工所会尽力改善市区道路 保障民众的行车安全 那过去有一些坑坑洞洞的一个部分 那经由魏佳议员跟台铁 还有我们的一个建车司机的一个反应 那我们也在前几日来做相关的会摊 那也谢谢我们的一个工所的工程人员 第一时间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路面 把它做相关的规划 那我们运用工所的一些费用来做一个整理 那也特别谢谢魏佳议员 过去给我们一些在敬佩上的一个支持 让我们能够快速的把这个工程 顺利的来做相关的开工 那也希望未来旅客在这边 也能够安全的上下车 那也能够让火车站的门面能够更优化 市工作把这一段路面改善 纳维市111年度花莲市A7整皮改善工程 15号先把有滔空及管线漏水部分 进行冠奖改善 16号把旧有路面刨除 并且在当天下午就完成了铺设沥清 还有标线作业 基督徽会幻市报道